长老发育 各位三知识 天台四教仪 现在是讲的顿教 就是画仪四教里面 四教仪的正文 是在第二页前面的最后一行 上次是讲到 约布判讲完 这个正文 就是说 处处说红布次第 这未全机说别教 故越不为顿 越教民间 正文到这里为止 就是别是顿教的别是的第一段 越不判 越经 佛一代所说的教典里面 它的部类来判定华言经 属于华言这一类的经 是属于顿教 第二 越时盼 越时间 就是天台智者大师 越五时 来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时教 加一分段 就是第一华言时 第二 欧函时 这里四教仪叫做路愿时 教官刚中就称为欧函时 第三方等时 第四般若时 第五法法涅槃时 佛刚成道的时候就先说华言经 那么在菩提寿下成佛 最先说的就是华言经 所以这是属于五时当中的第一个时 所以看着接着那个正文 此今中云 比如日出 先造高山 下面一个小处 第一时 第一时就是华言时 五时的第一 五时的第一 这叫做第一时 此经 就是此的华言经 因为上面刚刚 引证华言里面的经文说过 出发生时变成正觉 这就是华言经的经文 连注一直灌下来 都是根据华言经的内容 来加一些说明 现在月时间判定华言是第一时 有什么根据呢 华言经里面就有显明的记载 此经中云 此经中云 彼如日出 先造高山 智者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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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华言 只有东京时代 东京时代的佛陀 佛陀巴陀罗 佛陀巴陀罗三藏法师 所翻译的华言经 就是六十卷的华言经 习惯上称它叫做六十华言 所以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 所有引证叫做华言经的名目 通通是指的东京时代六十华言 六十卷的华言经 六十卷的华言经啊 它有三十四平 那么现在这两句话 比如日出先造高山 这两句话呀 是出在东京时代翻译的六十华言里面的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五卷 它的屏幕啊 就叫做宝王如来信其评 这一品经啊 有三十三 从三十三卷到三十六卷 有四卷 那么后来唐朝翻译的唐义的华言 八十华言呢 它是在第三十七评 那么唐义的华言经 这一评啊 叫做如来出现评 也就是说这个道理 比如日出先造高山 原来这段经文是很长的 原文呢 佛对当时的大会 这个当时大会上说这个话的时候的 开头的说法说 佛指 比如日出 先造高山 先造一切诸大山王 一切诸大山王就是高山了 智者大师根据后文加以简化 就叫做先造高山 原文就写作 先造一切诸大山王 四造一切大山 四造金刚宝山 然后普造一切大地 原文是这样的文字 下面还有活法 把它比作佛出现时间 说法的意义 有活法 这个文字很长不被念 比如日出先造高山 日比佛 太阳比佛 比方佛了 日出就是佛出现时间 佛出现时间 日必定有光 没有光就不叫做日了 日必定有光 那个光明就是比作佛说法 光明比作佛出现时间 说法 四十九年说法 日一出 光就照时间 就照一切万物 那么照物比佛说法 印众生的根基 配合众生的根基而说法 照物就是印基 高山 就是一切诸大三王 那个高山 高山就比作大菩萨 所以前面说 四十一位法生大事 这就是所谓高山 一切诸大三王 就是高山 那么这就是说 日一出现时间 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 你早上注意 你早上注意 看到这个日出 不要睡到日出啊 还没爬起来 日还没出 就得起来 起来你望东看 往东边看 看这个太阳 一冒出来的时候啊 它的光线先照到哪里 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 那最高的三间 就最先照到 所以那个最高的三 就比作诸大菩萨 破无名正法身的这些大菩萨 四十一位法生大师 那就是高山 那么日光一出现照高山 就是比释迦牟尼佛 成佛了 在菩提寿下成佛了 最先说法度的 就是对这个四十一位法生大师 而说这个华言顿教 所以这就是用这个日出第一时 来比作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 成佛之后最先说的华言经 就是对这个大菩萨说的 所以叫做先照高山 经文的一切诸大三王 智泽大师把它简化 就叫做高山 并不是说只大而已了 大必定也高了 先照那最高的大山的三间 那么这就是日光先照到的地方 如果按照华言经这段 就是如来出现平 他的原文照的四地 由高而下 就是先照高山 这个日光慢慢往上升 那么就是照的光线 就是一直往下照到了 那么 智泽大师 因为这一段经文把照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是照高山 第二照油谷 第三照平地 照平地的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因为照高山下来就是照到这个深山油谷 照到深山油谷 游深的山谷里面照到 那么这个时间都不会很长 从照高山到照油谷 一直到平地 时间很快就照到 那么 普照大地的时间 时间很长 那么智泽大师就越异 越这个异议 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例如说 人家受食的时间 例如我们中国的时辰 假定说 晨时 就是好像人在受饮食的时间 那叫做时时 这为第一个平地的时间 第二就是 以中 以中 将将到中午的时间 就从早上晨时到中午 这段时间 就是在十二时辰里面 就是四时 神是五位 就是四时 这是第二个时间 日正当午 为第三个平地时间 就是正中 日正中的时间 那么以这种五个时 日照的五个时间 来对照五时说法 所以 照高山是第一时 就是华元时 照油谷是第二时 就是乌汉时 那么平地分三个阶段 就是说大乘佛法的 这个 假定说 陈时 就是属于方的时 四时 就是般若时 五时 日正中的时间 五时 就是法法涅槃时了 这个说法 如果以经文的原文 对照起来 不会完全相和 因为经文的原文 因为经文的原文写的是 比如日处 先照一切诸大山王 这是第一 次照一切大山 这是第二 次照金刚宝山 这是第三 然后普照一切大地 这是第四 按照经文 他这个照的次序 只有四个阶段 而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那么第三又分成三个阶段 成为五个阶段 这是越他的意义而说的 日光出来 他照的次序的意义是有这个道理 不一定要完全根据经文一一配合 不能这么死板 所以有些人就根据这一段话 说经文是四照 而智者大师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那么第三又分成三个阶段 这又像三照又像五照 好像是以经文不合 那么这样子就来批拨 编拨 说这样子不对 这是太死板 佛法呀 你不要一定按照那个文字死板的看 那么你看看 他这个笔的日出啊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按照智者大师说的那个样子 如果是的话 就没有错误 它是根据这个意义 太阳出来先照了高山 然后其次照到深山游谷 这是一定的道理 这个太阳稍微高一点 慢慢的这个深山的地方都照到了 如果没有住过山的人也许是比较难懂 我从前住在山上 我是山上长大的 所以在山上看了 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 那么先出来照到高山之后 慢慢他这个日望望上升 那么这个光线就一直往下照 那么照到这个深山游谷啊 还没有普照平地 照到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个 很游暗的地方 很深的游谷 山谷里面都照到了 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大地 日光还没有照到大地 所以慢慢再一直望上升 等到日升得很高了 能够照到平地了 那是第三个阶段 那么平地一下子照平地 这个日还没有到正中 日光太阳啊 还没有到天上的正中 当然从照到大地 一直到日的正中 这段时间是很长的 把这段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是有道理的 所以啊 不能因为跟这个经文完全不一样啊 就来认为古的这种说法 以经文不合就批驳它不对 这不应该这样说 因为这个话本来不必在这样这里说 因为现代人研究佛法呀 往往喜欢钻牛角尖 往往喜欢在文字上打转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类的文章 看到有人呢 喜欢把这个祖师 所定下来的规范呢 把它挖洞洞 挖墙脚 喜欢做这个工作 现代人喜欢写这个反面文章 喜欢说古人不对 认为他很了不起 他的智慧很高 甚至超过释迦牟尼佛 因为有这种情况 他不是学天台的 那么因此他就要找这个天台的 有些什么问题啊 他找出来就要拨 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这个没有道理 佛法不是这个样子 不能太死板 假如这里面一定是 以现代人说的那么多毛病 那么多问题 他怎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呢 智者大师从隋朝把这个 五十八教的说法流传下来之后 一直到今天 已经一千几百年了 难道从智者大师之后 一直到民国初年 这段时间中国佛教里面 就找不到一位像您 现代人的智慧的人吗 那些过去研究佛法的 通通都是傻子吗 他们都不懂佛法吗 都是你现代人才有这么聪明 才能看得到 才能挖出这个古人的这个窗巴来 没有道理 所以如果各位看这个近代人的著作 发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太刻意 太过意相信他 你不要因为他在诽谤古人 古的 那你也跟着 好像是哦 文章看起来是这样子哦 不能死死板板的 你要记得 古的说 如果是离经一致 变同母说 固然不对 但是如果不一经说 那也更不对 那么经里面有他的道理 每一段文呢 除掉文字表达之外 它必定还有言外之意 它有含义 所以读经 又能读到这个言外之直 如果是不懂得这些道理 死板板的一定要在文字上打转 那必定会找到很多毛病 那在佛法里面 处处都可以找到它的问题 比如说 夹步经跟义步经 比对起来 彼此互相矛盾的地方就很多 比如说说空的 当然就破油 说油的也会破空 佛法也不是说 一定要这样子空有相破 它都是应激说法 佛当时说法 它是对积的 当时的根基 它的毛病在哪里 就对治它的病而下药 说法 你不能因为它当时的根基不同 彼此的根基不同 那你就认为前面对后边不对 或者是后边对前面不对 不能这样子看 所以佛法 你必定要把它学成圆永 彼此浮通 相辅相成 这样子才不会出问题 那么因为这一段经文 对照这个智者大师当时判的 因为这是一直要连到后文 因为这是连着五十 每一段都有这个文字 那么现在是先讲第一十 先照高三 那么先照高三 接下去第二十就是照尤谷了 近代的太虚大师 他说这个天台显首的叛教 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因为天台中印度是没有的 佛法传到中国以后 有中国的祖师说出来的判定的教法 这是正是因我们中国人的根性说的 我最近看这个 近代的有些文章 我都查出来 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 我都看 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 他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天台中 虽然是印度没有 在我们中国才发扬光大 我们应当要知道 我们中国的祖师说法 他就是因我们中国人的根基而说的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这一千几百年来 都是靠这个天台中的所说的教理呀 维持中国佛教到现在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佛教啊 在这个一千几百年来 只要你是研究教理的 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不研究天台的 也可以说 不懂天台呀 也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佛教 那么其中一篇文章 他指明说 智者大师这个叛教 完全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根基 所以他能够流传到今天 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么我们呀 要虚心 以客观的态度 看出这个古人叛教的 他的用意在哪里 在智者大师之前 中国佛教 叛教的多到十八家之多 那是大家知道的 有十八家 那没有公开列出来的 那不晓得还有多少 那么如果没有智者大师的叛教的话 恐怕要几百家了 没有人能够啊 把他啊 总和融会贯通 只有智者大师 啊 他在大书妙物之后啊 正到这个法法三妹 所以能够以五十八教 把佛的一代实教啊 很有组织 很有系统的 把他以很严密的方式啊 啊 组织成为这么一个 啊 教典 能够维系中国佛教到今天 这是非常大的啊 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所以我们后人呢 应当的尽心 虚心 好好去研究 不要随便呢 挖古人的墙角 不要认为这里也是问题 那里也是问题 那么结果最后啊 旧的破坏掉了 新的没有建立起来 最后就同归于尽了 佛法就完蛋了 因为旧的被你挖掉了 人家不相信了 新的你又建立不起来 最后不是完了吗 所以因此之故啊 我们对古的的著作 必定有他的见地 我们要好好的下完功夫啊 这是第二 月识判 月五个识的阶段来判定 啊 华言经是属于第一识 就是日出 先造 高山 一亿啊 其他的意义 后边还有四个识 一亿会对照起来说明啊 这些话先说在这边呢 后边就不必再说啊 其实第三 月未判 把这个四教义的证文翻过来 第二月翻过来 看着证文 现在看着证文啊 涅槃云 比如 从牛出炉 此 从佛 出十二不经 因为天台教典里面 除掉用时间来判定五识之外 又根据涅槃经所说的五味 就是牛奶的五个味啊 转变的五个味道 来配合五识 因为在法法旋译里面啊 时时有略味说明的道理 所以啊 这里也得约涅槃经的五味 来对照五识 来判定它是第一味 涅槃云 涅槃就是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这前面讲这个五识的时候啊 已经说过了 法华涅槃时的涅槃时 现在翻成中文的涅槃经 北本四十卷 就是谭武谦三藏所翻译的 南本经过会观法师 会言法师 谢灵运等 他们呢 把它重新修制 这个文法不大调顺的地方 好好调一下 那么太凡的地方 把它重简略 那么因此啊 把它简化 修制过了之后 从事的涅槃经叫做南本涅槃 因为它在南方 就是南朝所编定的 叫做南本涅槃 就有三十六卷 三十六卷 无论是四十卷 三十六卷的经文 它都有这个五味的意义 都有说五味 无论它哪一本 同样有这个道理 涅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 比如从牛出炉 这是一种比方 涅槃经里面说 好比像这个牛 挤出来的牛奶 炉 就是牛奶了 从牛出牛奶 这个牛奶 在去加工之后 煮过之后 从牛奶就可以煮成 变成热味 鲁 热 热是第二味 从热又可以把它做成 生酥 第三就是生酥味 从生酥又可以制成 鼠酥 第四 鼠酥味 而在印度认为 又从鼠酥制成的这个最高的 最好的味道 就是无上提福 第五 就是提福味 无上提福 所以叫做提福是最上的味道 印度人从古以来 就是最注重这个牛奶制品 对牛奶制品 种类很多 虽然种类很多 在佛寨师当时的情况 种不出这五类 因为这个鲁 肉 生酥 鼠酥 提福 这五个味 来对照五十 现在这个 华严经 华严部 华严石 在五味里面 就是拿这个牛奶 从这个牛奶的第一味 来比方涅槃 所以比如 从牛出炉 牛 比方是佛 炉 就是佛所说的教理 从牛奶再制成 成为这个 洛亚生酥等 这个比喻 对佛法里面用比喻 你都要会看 不会看 有的时候太死板了 也出问题 也出毛病 牛奶是将把牛奶去 一煎一煮 把它做成肉味 可是佛法 可不是这样子 佛法并不是说 把华严经的教理 一煮一煎 变成欧含味 那糟了 大臣小了 好得变坏了 不对的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五味 只是悦 它的相生四地 因为这个肉 如果没有牛奶 不会制成肉 就比方 如果佛成佛之后 不是先说大华言 也就没有机会 去初转法轮 杜吴比丘 说声闻教典 是相生四地 实际上 这两种 是差不多都是同时的 等到后边 这个正文又说 虽然是 等于同时 不过牛奶总是先出来的 总是先挤出牛奶来 然后才能制肉 那么肉跟牛奶是最相近的 所以肉来比作欧含 身书比方等 属书比般若 无上提福 比法法涅槃 直是指的相生四地 你可不能钻牛角尖 说是用华眼睛 把它一尖尖成欧含经 欧含经一尖尖成方等经 那就变成大笑话 可不是这样子 这直是说明佛说法的 有这么有五个阶段 五个次地 只是指它 有牛奶 然后做成肉 做成身书 做成鼠书 做成无上提福 有这么有五个阶段 而且这五个阶段 的时间 可不能既定多少 那么五十 它是有比较固定的时间 五位就不大固定了 那么也可以同一个时间 把这个五位都一起合成 也许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 智者大师拿这个涅槃五位 来比方五十 它有表示通五十的意味 我前面说过 这个必须要从前面听过来 才会了解 前面我说五十的时候 曾说过通五十以别五十吗 如果月十判 若日出赵高山的这个次地判 来对照别五十 最好了 说明这个别五十 因为它必定有一个一个阶段的 从赵高山到油谷到平地 它这个时间是一定的 假定说天亮以后 早上六点钟太阳出来 那么等到它能够照到大地 那总是在八点钟左右了 真正日中的时间 总是到十二点的时间了 从六点到十二点 差不多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一定有时间性的 所以用这个十来比方别五十 来显示别五十的意理